这个结穗 现在都开花结果了 现在这里是没有这个芽点的 但是我嫁接它是能发芽的 就是我们这个结穗比较长一点 长一点一样可以的 就是嫁接出来的时候呢 技术稍微要提升一点 因为这个长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缩短一点 可以了再缩短一点 现在我在这个八卧树上 来做一个栽木 这里有一些蚂蚁 然后呢我可以提前的把那个蚂蚁要先涂上去 先涂上去 不会给蚂蚁跑上来 整个都涂完 我们用在栽木这里轻轻的 再刮一点那个切口 在这里做一个结穗 在这个平面结 然后我们在这里把这个修整一下 修整的时候呢 去预防我们那个 薄膜刺穿的 然后我们那个结穗 这个是本地牙条 本地的那个方石流的牙条 这个是巴洛的栽木 然后我们把它修整一下 第一道45度消尖 然后我们另外一面 我们轻轻的把它削平 然后我们沿到这个栽木的内皮层轻轻的往下 销下去 其实我们销的时候呢 可以在下面一点 可以往下伸一点的 这样子可以卡住它 然后我们拿到结束了 然后软软的贴的 你贴 内膜层 这个内膜层 就是皮皮之间是没有看到缝隙的 这样一样是要留点白的 然后我们沿着那个 用那个架结膜把它固定 把风速往上传 先跑传四五圈 以后往这每个芽点这样保住它 我们传好它 这是我们要把这个绝碎呢 保湿 把它往这里再转一圈 这样子预防这个会弄穿这个薄膜 所以呢 我是在这里 就是在最后这个顶这里 我们稍微用一个圈 不容易给蚂蚁弄穿 就每个点把它缠一遍 再转几圈 两三圈以后 再把它绑好 我们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结束呢 跟这个杂木呢 是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两面都是像 都是大小都是一样的 很浮贴 这一棵呢 这一棵呢 是我之前 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把它架架上来 已经做好了 也是本地石流的 本地石流呢 那个味道呢 是比较纯的 这个巴露呢 是过着比较大 颜色是红色的 味道不是那么香 所以呢 我就自己想把它改过来 所以已经 这个已经提前把它弄了 然后这里又有一些那个 长的一些 巴露的那个芽 我们可以把它自小把它剪掉 细长 这个本地石流之后 以后就长得比较旺盛 它已经结果了 好 好 好 挺肯定的